三、二、一 我相信桃园原住民的多元化 不管是种族或是不同的族别 也是全台湾第一 桃园有很多的工作机会 吸引了很多其他地方的原住民 到桃园来落井打拼 还有我们原来本来在附近区的原住民 所以我们桃园市政府有百分之百的责任 在这些原住民打拼的时候 我们要照顾他们 让他们的文化要能够继续传承 族语要能够继续传承 所以今天这个部落大学的开学典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部落大学过去这么多年 已经受到重要的肯定 我们的原住民委员会 给我们部落大学的平等是优等 我们的原住民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招呼